作者 欲念无罪 演播 沈尹 耐风的思远 后期 阿民 第四百一十集 上了好大一个当 沈醉欢答应一声 却仍然不放心地叮嘱 尽快回来 免得夜长梦多 蓝叶云点头 转身往外走 我没事 不过记住 任何人不准打扰阿正 若是有任何差错 我唯你试问 沈醉欢撇了撇嘴 放心吧 若有差错 我这颗脑袋送给你 有这里的人守护 楚寒正是不会有差错的 只不过 包括蓝叶云在内的所有人都没有想到 他这一去 险些成了永别 其实 蓝叶云此去并没有太重要的事 只不过 昨晚楚寒正曾经叮嘱 如果他果真碰巧在今日早上修炼到紧要关头 便让他负责把药物和饮食送到联络站给歌书俊阳 虽然蓝叶云如今无法制造出对歌书天有效的隐身结界 但歌书天毕竟尚未恢复 无法搜寻到他的踪迹 再加上 他毕竟也是涅槃大陆无人能出其右的高手 来回不过半个时辰的路 正常情况下是不会有什么意外的 只不过 有些时候 情况偏偏就不正常 开启守护结界进入联络站 蓝叶云不自觉地脚步一顿 眸中闪过一丝微光 好像有些不对劲 微微闭上眼睛 调动起全部的心神仔细搜索一圈 除了歌书俊阳 却并未发现任何生命存在的迹象 他不由睁开了眼睛 原来是错觉 宁晚 听到声音的歌书俊阳已经面带微笑地迎了上来 顺便往他身后看了一眼 楚姑娘呢 阿正今天有事 暂时来不了 蓝叶云回答 将手中的药物和石盒放在了桌子上 坐吧 我帮你换药 然而歌书俊阳却并不回答 甚至没有落座的意思 脸上虽然依然在笑 笑容却已经变得有些奇怪 楚姑娘不是很在乎你吗 她居然放心让你一个人前来 蓝叶云唇弦一宁 笑得淡然 在乎当然是在乎的 只不过她有什么不放心的 歌书俊阳闽唇一笑 她不知道你是我们之间的障碍吗 只有除掉了你 我们才能永远在一起 最后一个字出口 她突然目光一冷 一股逼人的灵力气势陡然扑面而来 瞬间警觉不对 蓝叶云浑身的防御细胞瞬间全部启动 却忍不住尸声惊呼 你的灵力 歌书俊阳依然笑着 只不过她整个人的气势和气质 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早已不是之前那个偏偏家公子 反倒像歌书天一般 浑身上下都带着一股地狱一般的 阴冷森寒的气息 是的 这才是魔君之子 这才是真正的魔族少君 他本来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不怪他的演技太精湛 只怪自己太愚蠢 居然会上这种当 能骗过聪明绝顶天下无双的宁娃 我真的很开心 歌书俊阳衣袖清灰 哪里还有半分灵力全尸的样子 真是对不住了 为了楚姑娘 我只能这样做 蓝叶云的目光早已冰冷如刀 却不仅仅是因为上当受骗 更因为他居然觊觎楚寒征 一声冷笑 他浑身的衣衫同样无风自动 烈烈飞舞 你 骗了我们 歌书俊阳笑笑 现在说这些已经没有意义了 总之 我一直在等待这样一个机会 只不过没想到 机会宣来得这么容易 宁王 很抱歉 今日你只怕有来无回 蓝叶云冷笑 哼 就凭你 三个字出口 他瞬间感到不对 耳边已经传来了节节的怪笑声 再加上我呢 哈哈哈哈 蓝叶云气息一致 面上虽神色不动 脑中却瞬间略过四个字 无命休矣 歌书俊阳笑笑 抱拳失礼 傅王 嗯 仿佛突然从地底下冒了出来 歌书天已经站在歌书俊阳身侧 辛苦了 歌书俊阳摇头 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只不过 请父王记得答应我的事情 歌书天阴瑟瑟地冷笑着 放心 我记着呢 蓝叶云凝力不动 却早已冷汗如铺 只不过 这冷汗 是心里流的 也好保留 最后一点尊严 可是 他心里很清楚 今日 恐怕真的是 有来无回了 往常与楚寒征 和沈醉欢等 所有人联手 尚且险些丧命 在歌书天手中 何况 今日 只有他自己 阿正 难道你我只能来世 才相见了 那还等什么 动手吧 歌书俊阳显然比歌书天 更着急除掉蓝叶云 立刻开口催促 除了凤王后裔 天下便尽归父王之手 歌书天又是一声怪笑 突然一掌劈来 蓝叶云 受死吧 若单论唇角刀剑功夫 蓝叶云自然是不怕的 他忌惮的是歌书天的黑魔法 那才真正是让他手足无措的武器 所以他一边凝神对敌 一边还要暗中提防这一点 同时又要注意歌书俊阳 是否会发动偷袭 两面夹击 如此一心三用 怎么可能是歌书天的对手 事宜 从一开始 他便落于下风 虽暂时没有性命之忧 却也找不到逃脱的机会 果然不愧是冥满天下的宁王 大概也看得出 圣局早已锁定 歌书天肆无忌惮地狂笑着 出手也越来越迅疾猛烈 不过可惜 无论你如何负与顽抗 今日还是难逃一死 双方的交战越发激烈 房中所有的东西 几乎都已被两人的掌风击碎 碎片四散飞扬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 蓝叶云反而渐渐扭转了劣势 以堪堪与歌书天打了个平手 不再像一开始那么落于下风 但是蓝叶云心里很清楚 绝对不能恋战 每耽搁片刻危险就多一分 早晚把命留在这里 所以他一边与歌书天交手 一边不动声色地 寻找着机会撤退 然而就在此时 他突然感到浑身一紧 一股熟悉的感觉 已经席卷而来 脑中顿时浮现出三个字 捆龙锁 歌书天终于开始 动用黑魔法了 可是不对啊 他正跟我交手 根本无法宁神静气 是歌书俊阳 正想到此处 眼角的余光 骤然看到 一直未曾加入战团的 歌书俊阳 正紧盯着场中 嘴唇剧烈地颤动着 显然正在念动 捆龙锁的咒语 只那么一瞬间的功夫 蓝叶云便感到 手脚已经僵持 不由惊怒交加 歌书俊阳 你骗得我好苦 原来你不止灵力为师 而且同样是 使用黑魔法的高手 便在此时 歌书天已经得意地 一声狂笑 拼面一掌直击而来 蓝叶云 你的死期到了 刷 眨眼之间 那只夺命手掌 已经劈到了眼前 这一掌若是击中 就算是凤王后裔 只怕也会脑僵迸裂 魂飞魄散 然而因为捆龙锁 蓝叶云几乎已经动弹不得 更遑论躲避或者反击 几乎是出于本能的 在这生死关头 他的脑中 骤然浮现出了 破解捆龙锁的咒语 便毫不犹豫地默念起来 本以为下一刻 捆龙锁便会被破解 他便可以立刻躲开这一掌 谁知 咒语一出口 他却突然感到心口一阵剧痛 仿佛被一击重锤 狠狠地击了一下 不由猛一张口 哇地吐出了一口血 与此同时 浑身上下已彻底僵硬 连手指尖都动不了了 紧跟着 只听砰的一声巨响 歌书天的手掌 已经结结实实地击中了他 将他整个身体 接到凌空而起 向后直飞 瞬间通的一声 撞在墙上 又滑落在地 口中的血 更加宛如井喷 这一下 伤势虽然严重 不知为何 歌书天却避开了 他脑门要害 将这一掌 击在了他的胸前 所以 堪堪流下了一口气 在这一瞬间 蓝叶云虽然因为伤势严重 而眼前阵阵发黑 心中却早已血量 上当了 上了歌书俊阳的恶当 他之前留下的 根本不是破解 恐龙所的咒语 他既然处心积虑 设计了这一切 又怎么会将 真正的注意留下来 可恶 为什么没有早想到这一点 眼看着蓝叶云 已经彻底失去了 反抗能力 歌书天得意地发狂 恨不得让全世界的人 都看到这一幕 什么凤云后裔 什么六百年实现 在本尊面前 统统算个屁 连区区捆龙所 都对付不了 还想军临天下 蠢货 父王 别再耽搁了 尽管蓝叶云 已经半死不活 连一个三岁孩童 都能要了他的命 歌书俊阳 却依然神情凝重 万分小心 我估计楚寒真 很快就会赶来 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 歌书天点头 却依然冷笑 慌什么 就怕他不来 而且 我们还没有好好 招待一下凤王呢 说着 他嘴角的笑容 早已变成了拧笑 一步一步 走到了蓝叶云面前 其实 他什么都不用做 但是那股死亡一般的 极容易令人联想到地狱的森冷气息 就足以令人心惊胆战了 当然 或许是因为他太过得意了 完全没有注意到 蓝叶云眼底深处 那股冷锐的威猛 不可否认 此时的蓝叶云身受重伤 更被捆龙所束缚 任谁看到 都会认为他如今只能任人宰割 然而别忘了 他不只是宁王 更是凤王后裔 不可能没有几招死中求生的杀手锏 就算无法求生 与敌人同归于尽总是可以的 站定脚步 戈书天的右手已经缓缓地抬了起来 指缝间闪烁着黑色的立芒 嘴角的拧笑 也更加令人恨不得一拳垂扁他的脸 回大的凤王 现在本尊就让你尝尝 咱们魔族最美味的 短筋裂骨手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订阅 打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